國內外完全沒有看過有這樣的一個案例 誰家裡會買個粉花爐 很吊詭的一件事情 你一打開爐門就看到有這個鐵絲 纏繞在個爐門後面的這個圓孔 為什麼會有這個鐵絲 外人來幫忙的話 不需要有這個鐵絲的纏繞 二兒子他有記載說 爸爸要走的話 你們要不要跟我一起走 孩子這麼大 你要殺他的時候 他會掙扎 而且這麼人心 這個我們都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小孩是同意自殺 或者是說遭受到控制之後被處理 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謎團 本週日晚間11點台灣啟示錄 揭秘洪若潭面門血案已云